好 持續來掌握是林北好遊的粉專版主林玉宏涉嫌 這個社犯自導自演恐嚇案 在昨天返台之後立刻被警方帶回徵訊 而桃園地檢署附訊之後也依照偽造文書 誣告恐嚇等等罪嫌向法院申請擠壓 在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見 法官針對該案提出了三點的要求 而除了林玉宏坦誠犯刑之外 另外在他共稱的手機 手機在國外遺失了 認為要避免留下通聯記錄有滅政之餘 加上還有不明的共犯都還在逃 持續追查因此裁定收押禁見 好 接續是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這個基電案走這個林玉宏的爭議 多次評論政府的政策 自爆說全家都被威脅了 當時台大前校長管中民還力挺炮轟 從網軍攻擊到公然侮辱別人 那麼這些呢到底可惡的砸碎是誰 他用這兩個字 那整體事件呢 結果沒有想到是自導自演的 對此管中民在臉書上也說 最近有人在他的臉書上面留言要他道歉 可是管中民說他為什麼要道歉呢 那誰該向他道歉 他說他半個月前有貼出是誰縱容這些人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人沒有留言叫他道歉 那現在自己的網軍或是同志 做了這樣子威脅人的事情 所以當時靜言不敢言 那麼現在呢自導自演的事情曝光了 難道過去就沒有其他的威脅跟縱容者嗎 所以他認為自己呢不用道歉 那麼他也自爆說在2018年的1月 自己呢在這個全國媒體前就已經曾經被威脅了 那麼表示說其實他現在不死也半條命 這樣的威脅是誰縱容的 所以他表示他也要跟網友正面對決 好持續還要來掌握的是這個林玉宏呢 自導自演案時隔多日 總算是回國了 接受檢方的調查 而這段時間呢民進黨就強烈批評 林玉宏的粉專跟國民黨的黨工 是有串通好自導自演的 不過現在謝寒冰卻反問說 到現在還想要把風向洗掉嗎 他認為林玉宏是跟國民黨熟 還是跟張家有所勾結 整體事件是自導自演的主謀 但是重點是林玉宏他 其實過去是民進黨員 那麼為什麼綠營不敢提 我說真的林北好遊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為止對他講的 他是因為為了要下車 才除此下車 老實講我很難接受 因為沒有道理 因為你要下車 你隨時關閉臉書 隨時不要寫文章就結束啦 那為什麼 你不能 你要用這種方式來下車呢 只有一種解釋 我覺得是比較可能 就是背後有人叫他這樣做 然後這個人一直 逼著他去做這件事嘛 所以他必須要找一個理由 讓自己能夠下車嘛 這才比較合理嘛 不然的話他做這個幹嘛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啊 所以我是懷疑他背後是另外有人 那這個人不能被牽扯出來 那當然民進黨現在是說 他背後那個人就是雲林張家 對 就是 就是 直接給他畫等號 張榮衛啊 這個 張花冠啊 他們這一票的人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 如果你去查林北好遊 他過去的經歷的話 他恐怕不是跟雲林張家比較熟 他恐怕是跟嘉義張家比較熟 民進黨現在一路在洗地 好像洗成林北好遊 是跟國民黨勾結 是跟雲林張家勾結 可是真正跟他勾結的是誰 他是民進黨員 對 他自己本身是民進黨員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現在一直都講 國民黨黨工在製導自演 可是他從來不講 這個製導自演的主謀 是個民進黨員 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真的不要被民進黨騙 他怎麼樣 他的策略 他獨有選擇 多謝 感谢观看